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 最近,瑞士高科技公司瑞苏银科Inclustra宣布在新加坡设立亚洲区域总部, 并计划招聘100名AI与芯片工程人才。 乍看之下,这似乎只是一家外企落户的商业新闻。 但实际上,这件事的意义远比表面更深。 它不仅代表着一家欧洲科技,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亚洲枢纽。 更象征着新加坡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,中枢角色的进一步强化。 尤其是在AI算力,半导体与智能制造加速融合的时代。 这类项目的落地不仅能带来投资,更能重塑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人才生态。 这家来自瑞士的顶尖科技公司正在,为新加坡的未来注入全新的动能。 这些数字背后,究竟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?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答案。 首先,为什么是新加坡? 瑞苏银科是欧洲FPGA领域的重要玩家。 这类可编成逻辑芯片。 是AI硬件与自动化系统的算力基础。 它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,实际上是在打造一个技术转移中枢。 让瑞士研发的高端技术。 在亚洲找到产业化落地的路径, 这意味着新加坡从资本中心, 正升级为技术枢纽。 这里不仅吸引资金, 更承载技术交流与产业创新。 对于整个东南亚而言, 这种落地会产生强烈的外溢效应。 未来这个总部将于马来西亚, 越南印尼等地的制造生态形成上下游合作, 推动整个区域的先进制造升级。 这也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, 第一贯方向一致吸引高附加值研发活动。 而非低成本生产线。 换句话说, 新加坡正在成为欧洲。 技术通往亚洲制造的桥梁。 一头连接研发, 一头带动实业。 其次, 我们要看到这次项目的另一个深层意义。 人才结构的变化。 瑞苏银科计划招聘100名工程师。 主要方向包括AI硬件嵌入式系统与芯片设计。 这些岗位不是普通工程职位, 而是知识密度极高的技术核心岗位。 这与政府主导的AI国家战略2.0, 与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高度契合。 过去几年新加坡不断强化, 人工智能与硬件算力的融合而这次外资落地。 等于是给本地AI生态补上了硬件拼图。 这种合作不只是创造就业, 更重要的是促进本地人才。 与国际研发团队的共创融合, 新加坡工程师有机会与欧洲, 专家共同开发下一代FPGA方案, 真正实现技术上的从使用到设计的跃升。 可以说这不只是人才引进而是知识生态的再造, 新加坡正从用别人的技术走向参与全球创新的舞台中央。 当我们从人才层面再往前看, 就能发现这次布局其实还有更大的战略协同。 瑞苏银科明确表示, 未来三到四年将在新加坡制造业, 生态体系中外包约一亿美元的合同, 这意味着它不仅把总部设在这里, 更要与本地企业合作生产测试与交付。 这一步很关键, 它让新加坡的制造业从组装走向制造, 从加工基地变成创新链条的一环。 这也完美呼应了制造业2030蓝图的方向, 让制造业继续占GDP的20%以上。 但以高附加值与智能化为核心竞争力, 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全球供应, 新加坡正逐步形成一个 AI硬件制造加技术转移加系统创新的完整闭环, 这不仅增强了产业自己能力, 也让新加坡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的话语权更强, 看似只是一个瑞士科技公司的到来, 背后其实是新加坡产业结构的又一次跃升, 从欧洲技术的新任落地到AI人才生态的加速形成, 再到制造业智能化升级, 这件事几乎难阔了新加坡。 未来15年的科技发展方向, 对外它强化了新加坡在欧亚科技供应链中的 桥梁地位, 对内它推动了本地AI与硬件生态的融合。 长远来看, 这将成为新加坡迈向, 应科技强国的关键拼图, 瑞苏银科带来的不只是投资于岗位, 而是一场关于信任知识与创新的三重转移。 而新加坡正凭借开放规则与远见, 成为连接欧洲研发与亚洲制造的超级中枢。 你对未来科技趋势有什么见解?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分享给你的朋友, 让更多人了解未来科技的大趋势。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